大姐你觉得充值能锁客吗 你是不是觉得只要顾客把钱放在你这了 就不去其他的地方了 当然了 按这个道理说 那健身房美容院啊 就不应该有倒闭的呀 他们可是充值行业里的壁族啊 现在怎么这么多倒闭的呀 也是啊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啊 它是万能的 充值也是一样啊 你只能把未来一部分的营收啊 提前给它回收了 但是你并不能让它 对你一辈子都死心塌地吧 而且啊有时候我觉得会起到 反作用 你仔细想想啊 你经常去的美容院啊 美发店呀 是不是钱花得差不多了 你就再也不想去了 甚至经过的时候啊 都是低着头绕过去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不仅没有锁客 反而还把顾客往外推了 可是现在生意不好呀 那如果因为生意不好 你就去做储职的话 确实可以解决你的燃眉之急 但是更多的啊 会陷入一个猜中墙 补息墙的局面 顾客给你的储职 你去补贴了成本 最后啊欠医生账 开业吧不是 关门吧也不是 最后陷入了两难 所以啊充值活动 能做吗能做 它可以帮你暂时的 回笼资金减轻压力 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了 救命的良药啊 那估计是不像的 那呼噬是不像的 慢说 感谢观看